为全力帮助美国主流社区弱势群体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部分会员 于38国际妇女节当天 前往位于洛杉矶安大略市的 蓝普慈善基金会总部办公室 向该机构捐款捐物送去爱心 以实际行动支持蓝普基金会的慈善事业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理事长张贤 执行会长吴绍平 创会会长黄慧珍大姐 前会长曹林 等妇女会干部一行 在蓝普慈善基金会办公室 受到基金会主席德安德·兰普基 安大略市市长Paul Leon 夫人Shirley 萨斯帕萨迪娜市市议员Michael Cassetti 等官员的热烈欢迎 并参加了简短的捐赠仪式 在全体来宾见证下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理事长张贤 向蓝普慈善基金会主席德安德·兰普基 赠送了捐款支票 并送来数量可观的爱心物资 张贤理事长在致辞时 首先向全体妇女同胞 祝贺三八国际妇女节快乐 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 祝贺大家妇女节快乐 蓝普基金是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的基金会 今天3月8号是三八妇女节 我们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到此跟蓝普基金合作 我们带来了一些物资和现金款项 来帮助这个基金会一起 我们共同来帮助妇女和在这个疫情当中 受到弱势的妇女和儿童 希望她们能够度过一个艰难的时光 我们妇女会的姐妹们出钱出力 踊跃地参加这次活动 在此及此也感谢妇女会的姐妹们 这一种顺激 执行会长吴绍平 在捐赠仪式上介绍了蓝普慈善基金会 他表示该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连续10年被评为 加州慈善公益明星企业 蓝普慈善基金会 多年专注于建立贫困教育基金 让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良好教育 扶贫救灾 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 创会会长黄慧珍和前任会长曹林 共同表示 蓝普基金会的理念 与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的宗旨非常吻合 因此一定要与蓝普慈善基金会积极合作 全力以赴帮助美国社区弱势群体 并积极参与该项慈善工作 蓝普慈善基金会主席德安卓·拉普基 在致辞时高度赞扬了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走入美国社区 关注弱势群体 积极回馈社区等奉献行动 他表示 多年来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一直坚持不懈的推动慈善和公益事业 无论在中国新疆贫困地区建立学校 还是为洛杉矶单亲妈妈积极筹款 都表现出了华人女性特有的温柔与伟大力量 他代表蓝普基金会全体董事 感谢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对于蓝普基金的帮助 并祝所有在美华人妇女同胞国际妇女节节日快乐 汉天卫斯记者吕立川洛杉矶采访报道